著名诗人、小说家及剧作家川沙的大型歌舞剧《群歌》 于8月30日在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举行首场公演 为多伦多的观众们再次奉上一场 由文学、舞蹈和色彩交融在一起的艺术盛宴 现代诗歌舞剧是一种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通过大胆地运用诗歌朗诵、舞蹈音乐 以及大型视频背景蒙太奇画面等艺术手段 将诗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在来自音形色的感官冲击下体会诗歌 《群歌》是对人类社会的半部、整体不可分割的一半 或者说是由阴阳和正父同构的人类的母体部分的诗信描写 在《群歌》里分别用蓝、红、绿、黑、白、银、金七种颜色 以热烈、爱慕、高昂、深沉、鸡月的情愫歌颂 或涌叹着我们这个大千世界处于多种状态的妇女们 在《穿沙的祖诗》里 读者和观众从她淳朴而又华美 幽远的诗句和意象里 从她的诗行引出眼前的美丽而又梦幻的画面里 真诚地感受到妇女们的美丽、善良、勤劳、勇敢 她们的生生死死 她们的如诗、如歌、如花、如风的行本的人生